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新剧官宣,肖战杨子再度联手出演偶像剧《鸽子之吻》 一则备受瞩目的消息传来 肖战和杨子这两位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明星再次合作 出演备受期待的新偶像剧《白鸽之吻》 这一关宣让粉丝们兴奋不已,纷纷表示期待明星们再次合作 《鸽子之吻》是一部故事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的爱情剧 肖战和杨子将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为观众呈现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两位明星在之前的项目上都有过合作 并成功塑造了许多深受喜爱的角色 因此他们的重剧自然引起了很多关注 肖战作为新生代娱乐圈的领军人物 凭借深厚的演技和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杨子凭借多才多艺,聪明俏皮的形象成为了受欢迎的小女生 两位主演默契的演绎和出色的演技 为这部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白鸽之吻的故事背景也备受期待 据悉,剧情将以城市为背景,融入浓郁的都市风格和时尚元素 故事中的情感冲突和人物塑造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这一官宣不仅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也让业内人士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肖战和杨子再次合作,为观众创造化学反应,令人期待 相信凭借两位主演精湛的演技和引人入胜的故事《鸽子之吻》未来 一定会成为大热门,成为影视剧市场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除了两位主演的精彩表演外 制作团队也为《鸽子之吻》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该剧的导演是业内资深导演 指导过多部广受好评的影视作品 拥有丰富的导演经验,为该剧的成功创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编剧团队也经过精挑细选 利用其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独特的创造力 构建了一个曲折,情节紧凑,有趣的故事世界 这部剧的片名《白鸽之吻》寓意着纯洁美好的爱情 让人对故事情节充满期待 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发展将是整个剧情的核心 而稳作为片名的一部分 引发了观众对浪漫场景和感人瞬间的期待 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 剧组还发布了一组以剧名为主题的宣传海报 画面美丽而富有张力,勾勒出都市爱情的绚丽色彩 海报中肖战和杨子的形象相得益彰 展现出独特的情感碰撞 随着《鸽子之吻》官宣 这部偶像剧的热度直线上升 粉丝们对肖战和杨子再次同台演出充满期待 期待在剧中看到两位明星的默契演绎和精湛演技 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白鸽之吻的整个故事 探索这个故事中的甜蜜和泪水 总的来说 肖战和杨子再次合作的白鸽之吻将成为2023年备受瞩目的爱情剧 无论是演员阵容,制作团队还是故事情节 都将为观众带来大爱 无限期待 这对明星的再度合作 必将为影视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未来的一匹黑马 网络上突然传出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据悉,肖战和杨子将再次合作出演一部偶像剧 名为下至未至 据悉,该剧将讲述一位文静温柔的女主角 与山花男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 剧情围绕从校园到城市久别重逢的暗恋展开 不过这次的剧情设定于两人之前 合作的余生请多多指教颇为相似 都是以偶像爱情为主题 让部分粉丝产生了审美疲劳 尽管有关这一传闻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以理性的心来对待这一消息 毕竟娱乐圈充满了谣言 有时消息并不完全准确 然而,它是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和杨子上次的合作虽然也有一些争议 但总体来说口碑还是不错的 然而,由于一些原因 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时间被推迟 导致热度和口碑没有达到预期 对于这一传闻 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 两位颜值演技俱佳的演员再次携手 对剧情的期待也随之提升 不过,也有观众对剧情设置雷同表示担忧 担心会出现审美疲劳 毕竟,观众对电视剧的期待更多的是看到新影独特的元素 而不是过多重复以往的套路 回顾两人上一次合作 余生请多指教的制作周期和播出 延迟确实让观众有些等待之痛 因此,即便有此传闻 部分观众仍保持理性态度 认为在官方确认之前不宜过早期待 或许这也是娱乐圈的惯用玩法 利用这样的谣言提前制造一些话题 引发粉丝的热议 值得期待的是 如果这个消息最终得到证实 肖战和杨子将再次联手演绎下至未至 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 不仅在剧情上有所创新 也能够将两人的感情延续下去 一幕上融洽融洽 希望这次合作不再受到制作周期的阻碍 能够及时与观众见面 让期待已久的粉丝 能够尽快欣赏到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 在等待的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这部剧的更多官方消息的发布 让这个传闻成真 为娱乐圈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新加坡的这个夜晚 肖战的人气和国际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 肖战 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影响力的名字 他不仅是中国内地娱乐圈的当红偶像 也是国际舞台上的闪亮存在 近日 肖战受邀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 Rolf Lauren香水发布会 他的出现再次引起轰动 让人们惊叹不已 肖战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 他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在新加坡的Rolf Lauren香水发布会上 肖战的亮相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他穿着一身精致的西装 长发披肩 气质高贵大方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红毯上 他都能轻松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肖战的美貌让人惊叹 不仅在中国 在国外也是如此 肖战的魅力不仅在中国内地具有影响力 在国际舞台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加坡举行的发布会上 当地主持人也被肖战的魅力所震惊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震撼的场景和如此英俊的面孔了 肖战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外表 更在于他的内在魅力 他的自信和亲和力是不可抗拒的 作为一名优秀的艺人 肖战不仅在舞台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对待粉丝的态度也令人感动 发布会上 肖战曾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先跟等候的粉丝打个招呼 此举体现了他对粉丝的尊重和关怀 也让更多人喜欢他 肖战的真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在新加坡举行的Rawful Lauren香水发布会上 肖战的形象再次让人们大吃一惊 他将长发挽在脑后亮相 展现出更加霸气的一面 这个形象让人想起商战剧中的霸道总裁 再加上自信的表情和挺拔的身姿 肖战的魅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人们纷纷表示期待他能够继续演艺商战剧 展现出更多的魅力和实力 肖战的细节也是他魅力的体现 他在发布会上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他的专业精神和对细节的把握 比如当他转身鞠躬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样的细节体现了他的专业态度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肖战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 迄今为止的大型晚会活动中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 没有人能与肖战相比 他很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受到关注并成为世界的焦点 肖战的魅力无与伦比 人们惊叹于他所展现的个人魅力和实力 纵观肖战的整个表演 表明他不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个时代的巨星 他以朴实谦虚的态度向外界展示自己 星光熠熠的态度让人们意识到他的与众不同 肖战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家 他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娱乐圈的范围 肖战在新加坡Role Florian香水发布会上的出色表现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和魅力 他不需要红地毯 但他可以带走所有明星 他的美貌 气质和内在魅力都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网友好奇 为什么肖战在国内娱乐圈的口碑这么差 代言却越来越多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